一心一德 貫徹心中 抓著國旗唱國歌 但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這選台北市長的願望 無法貫徹本人親自談 沒有遺憾 因為連初選都沒有 我又沒辦法兌現我的承諾 個人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不是重點 我只有一個目標 希望國民黨贏 畢竟黨的意志不能違背 即便是心中最想要 也只能留下遺憾 就算沒有了台北市長的選項 羅志強也被拱改選高雄 或桃園市長 先聽聽馬前總統怎麼想 他有興趣 有意願做決定的時候 我再來回答這個問題 終究還是得要先團結 到時前立委嚴寬恆 似乎想替羅志強抒發心情 六都縣市長議員的選舉 國民黨要善待 每一位戰將每一位候選人 然後讓大家的能力能夠被肯定 真心提醒 就怕黨中央的想法 和黨員有所矛盾 畢竟藍營聲勢 只能聲不能再降 加上競選北市長的潛在對手 來勢洶洶 維士比你聽到這麼久 你知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維他命啊 日前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還先出之前質詢前總統 馬英九的片段 批評她離百姓太遠 把維士比說是維他命 又加碼再提陸榮說炮火猛烈 幕僚搶先擋下提問 不再回應不食人間煙火的問題 TVB新聞裡常用羅興SNG小組 台中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